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黑雕 又是一条鲁鱼 港区上来 可是这么多 两条了 两条了 又是一条大鲁鱼 是关的 又是蛋了 我可以看得... 装不下 要船船 12班 潮水太低了 这个绳子要整理一下 好 又是晚餐 一餐全是 大白虾 又是一条 又是一条 又是一条大鲁鱼 剩下 上两条了 10班的 装不下了 剩下一些在这... 船船了 剩最后一碗了 去收一下 现在最后一碗了 收完就赶紧回去了 剩下最后一碗了 去最后一碗了 这一碗了 潮水太低 推得很低 绳子又很爽的 最后一碗了 这个冲薄 冲薄的 一条红衣 这一碗了 这么多鱿鱼头 挣掉 一条 还可以最后一碗 还有一条免鱼 免鱼苗 也是 没做到 挣掉了 大白虾 黑雕 两个船船充满了 两个船船充满了 隔天了 两天出来收一次 一般都是发 那两天的话 长在一起 这还好 这往尾 尾部 它发动的空间 比较大 我看这 今天的话 有 哇 十班 大鲁鱼 还要继续养了 养个两三年后 才能上市的 银鸟 蒸鸟 乌鱼的 大鲁鱼的 好 然后现在回去了 然后现在回去了 现在回一排了 今天送货特别丰富 大石斑的 大鲁鱼的 大鲁鱼还有石斑 红鱼 金铲鱼 还有针鱼 还有这一条 大点斑的 这个 两碗 最后两碗 然后像这个点斑 你看 你看颜色就知道 然后特别肥美 一斤都还没有 你看 像这个季节也就只能 偶尔抓上几条 也不是经常能够抓到这么大的 今天的全部大白虾 就一点吧 可能差不多有个一斤左右的 然后现在已经在开卖了 有网友在买鱼了 冬天嘛 就是平时都是两天收一次碗 收碗的时候 经常也是带着直播的 喜欢的就可以进来看一下 你看吧 你够了吗 好好好 点半 卖这个价 你看吧